西桥镇啊 既然是岭南水乡 自然少不了很多水乡民俗 其中最有趣的当属民俗活动了 你们猜猜看 接下来我们要探访什么呢 弄笛生平 七有志 吹枭能饮 九龙归 这幅队联讲的是什么事呢 答案往这儿瞧 九龙归 这其实描述的是在南海一带 最流行也最传统的一种运动项目 龙舟 在这儿啊 一个村里就有几支龙舟队 一个镇里 更是能找出几百艘龙舟 太了不起了 你看 就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屋里 居然就有一艘龙舟 在哪儿呢 旁边也没有水啊 往上看 这个小小的村市馆里陈列着许多精美的部件 龙排 船头旗 螺散 帅旗 船尾旗 据说这些都是当地传统龙舟的专属装饰品 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标准竞技龙舟上 可是没有的 加油 在南海 尤其能感受到人们对于龙舟强烈的热爱 不论老的小的 不论水平高低 只要得了空 河冲里总能看到龙舟的身影 每天只要大家不忙的时候 都会相继在河边 喝着茶 开始交流划船技术 足见龙舟 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你们也是来这训练的吗 我们一般都是训练的有一定的时间 特别是星期天 放假的时候 都过来聊聊天 喝个茶 喝碗茶 喝了茶龙舟 所以咱们更像是一个娱乐活动 没错 我说大伙这么借音 龙舟是深入当地人骨穴的文化基因 每年端午 国庆等大兴节日 这里都会成为各种龙舟比赛的天下 而形态外观和文化内涵 都更加古老的传统龙舟 更是数百年来 被当地人对家珍视的文化载体 听当地人说呢 想要了解最传统的龙舟文化 一定要来到这儿 找一位叫朱贤琴的大哥 现在我已经到村里了 听说到村里找到龙头 就能找到他 这还是我第一次离龙舟的龙头这么近 不过这还真是能看出龙的一些典型特征 说是鹿角 马面 蛇身 鱼鳞 然后还有鸡角 对不对 看来有做功课 这三对是正儿八经的鹿角 相较于标准龙舟 当地传统龙舟的龙头外形 看起来更加精神 造型也更加精美 比如长长的胡须 更加舒展的龙脚 以及炯炯有神的眼睛 给人一种无怒自卑的感觉 除此之外 当地传统龙舟的船身长度也有所不同 标准龙舟只能容纳22人 而传统龙舟最大可以容纳80人 在这里有个小问题 要考考大家 大家看 这是龙头 后面就是龙尾 龙身子上哪儿去了 我这问题怎么样 出奇不意吧 龙舟的身子藏哪儿了呢 二位猜猜看 这身子我觉得第一进仓库了 第二 搁水里边了 那选哪个呢 选第一还是第二呢 我觉得建仓库成本太高了 就搁水里边 郭老师呢 我觉得光搁水里可能不行 也许木材会发生一些 人们不希望见到的变化 我倾向于是一个隔绝空气的环节 也许是个刨坑埋了 这个二位还都是脑洞挺大的 大家也猜猜看这个龙舟到底放哪儿了 其实答案就在身边 来吧 我们回到短片里面再看一看 所以猪大哥 咱们这个龙身子在哪儿呢 咱们的龙舟在水底 俗话说卧虎长龙嘛 我们的水底下就保存我们的龙舟 南海的龙舟多以昆殿木制作而成 这种木材材质结实沉重 具有极强的耐辅抗虫特性 不怕水浸潮湿 但容易因暴晒而干裂 所以每年划完龙舟之后 人们就会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 原来龙舟在水底 快要到龙舟祭端午节的时候 咱们再给它请上来 对 端午节前或者国庆节前 我们村里面的那个长老 一下命令 他们就全部跳下水 把它整树抬起来 哇 这个真的是太智慧了 原来龙舟的存放居然是沉在水下 朱大哥告诉我 每年龙舟祭来临时 当地人都会郑重地 把龙舟从水底请上来 用一系列仪式唤醒他们 开启新一年的龙舟祭 数百年来 龙舟自为当地的文化图腾 不仅承载了岭南社会的风土人情 也连接着当地邻里之间最质朴的情感 为什么龙舟能传承下来呢 特别是传统龙 它是龙与龙之间有一个很奇妙的情感 比如说我们这条村跟对面那条村是兄弟 他们龙舟结了情 每年就选一个日子去护访 把龙舟好几公里以外滑一两个小时滑过来 他们一相遇兄弟来了 来的时候我们很期待 走的时候很依依不舍 这个叫做送而去的方式 我送了他回家 他把我送回家 送了好几个小时 所以其实来到这才会发现这种传统运动 背后渗透的这种精神符号特别重要 对 人在 龙情在 人在 龙情在 他们一同探亲访友 一起结伴远行 一同共赴赛场 为本地人和游客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看来还真是 这些龙身子真就是存放在水下 所以其实这个龙舟的木材绝对是有讲究的 对 要不长时间放在水下肯定腐蚀了 它肯定也不是只依赖水本身的保护桌 它还是 我觉得我说的也没完全错 它可能还是表面涂了一层泥 用这个泥巴来保护它 所以其实还是隔绝了一部分的氧气 这位朱大哥跟我讲 他们对待每一艘龙船 真的是觉得这龙船和龙船之间 都是好兄弟一般的存在 真的是感觉情意很深 他跟我讲了好多好多故事 我听着都还挺感动的 这是咱们中国人传承手艺的一种特殊的模式 叫拟人化传承 就是把这手艺的对象 当成一个有性格 有生命 甚至有辈分的人 太好了 所以了解了这么多有关龙舟的故事 我肯定是迫不及待了 接下来我就上船参与了一下 走吧 再去看看 听当地人说 想要体验龙舟的速度与激情 那就一定要来中国龙舟训练示范基地 这支龙舟队可是世界冠军队 从2008年到2023年 共获得765枚奖牌 曾经24次代表国家 出征亚运会 亚锦赛 世锦赛等赛事 今天我就要跟着他们学习爬龙舟 好 这就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不对 你的上手要这样像骨口握住 对 上手抓上一点 好 抓到这个位置 对 对 对 脖子怎么插不进去 后边怎么这么快 你先握着上手打高一点 对 然后就这样下脚 这样好一点了 然后你的腿蹬住这里 这样下盘支撑住了 对 你身体往前 你要跟着这个船的惯性往前走 对了 船再往前走 你的身体你看很自然 其实你感觉没动 对 但是你很自然的身体 再往前跟着它走 你看很自然 这种真好 今天感觉好轻松 看来跟世界冠军学就是不一样 不错 看你滑的动作都不错 真的吗 上手一定要往上走 往头顶上面抬起来 那个脚里面才顺展才能出水 张教练 我有个小问题 你说 咱们正常龙舟比赛的时候 冲过终点那一刻 是一下就滑出去了 还是大家能在那儿刹住车 都可以 你如果想感受一下 我可以马上叫他们刹车 验一下 好 来 上个来点速度 好 一 二 三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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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钟之内瞬间就停了 我这种感觉还是挺酷的 我们把手掌打开 用我们的掌心压住脚柄 用身体整个压住脚 压压压压 一直压压到最底 不要拔出来 一直压压到最底 这样才能把船全静止的当天 无论是哪个地方 只要提起华龙舟 比快 争先 永远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但是 直线 谁不会加速 弯到快 才是真的快 在这里 佛山人 深得其中精髓 急速飘移 一股转三弯 只有来到这里 才能看到 如此特别的 龙舟技巧 当然 如果你没有赶上龙舟技 跟着世界冠军爬龙舟 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如果要是游客朋友们来这碰巧 看到你们在这训练的话 能不能就上到龙舟上 跟你们学学呢 我们有时候会上去休息嘛 休息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体验龙舟的 这没问题 所以其实游客来了 是可以体验的 如果你感兴趣 就可以来到龙舟之上 让世界冠军教您学学 如何爬龙舟 听说顾老师 是不是在广东的时候 亲眼见过龙舟比赛 是的 我那时候是在广州看到的 广州看到的 广州也有很多这样的小的河冲 它都比较窄 然后龙舟在里面 快速地滑行的时候 就真的是 尤其是拐弯的时候 真的要飘移才过得去 就不是那种正常滑船 那种拐过去 它就是甩尾甩过去的 人站在旁边 就是那个桨 灰起来水珠撒在脸上 那种感觉 配上当时 就是有很多 比如说龙舟上有雷鼓的嘛 旁边也采旗招展的 特别兴奋的一种感觉 真的应该去亲眼 看一下那个场景 对 真的推荐大家亲自去看看 那种比赛的热闹场景 感觉就来到了广东 知道这里的龙舟文化 是非常远远流长的 但是亲自感受了一下 好像跟其他地方 还略有点不同 它的那种炽热热烈的感觉 好像更顺一层 好